這個在萬華的感染喔 事實上在之前就有 一千多 將近兩千人的感染 所以本來就預期在這個社區感染之後 還有其他的一種感染 所以顯然這個感染現在是從萬華的社區 進入我們這些批發市場 那我補充一下喔 那因為接著包括我們主委還有部長 也還要再補充一下 那在這邊我想因為過去幾個禮拜以來 其實我一直跟陳部長跟指揮中心都保持聯繫 希望可以盡快成立這個聯合這個指揮所 那今天可以看到終於進駐 我是覺得已經慢了啦 那慢的原因當然我想各界外面大家眼睛都很清楚 那導致慢的這段期間 我們的疫情是有下降還是繼續延燒 大家應該很清楚 那所以剛剛市長講的一些部分我不是很同意 很多其實是這個防疫嘗試 有一些人可能聽起來會覺得甚至是廢話 例如說一開始他跟他講說這個 因為來往的人員複雜 所以篩檢這個沒有辦法 最後還是篩檢啊 你現在不是PCR還是要篩檢 所以我不是要在這邊發脾氣或是什麼 但是這個對我們在地來講 有很多的這些工作 一個月前就可以做的 我現在才開始繼續做 我覺得真的會不會 你從疫情到這段你有聽我們中間 我跟幾個八歲發言沒有 有喔 沒有嘛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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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 你自己人就吐槽而已嘛 會長 你議員在哪裡啊 不是 我們 會長 啊我幫你吐 會長 等一下 我們今天是中央跟 你有來發言一下 你給我們關心一下嗎 有喔 請我 你選舉一次來幾次 你現在的疫情你才有來發言 給我們關心 會長 我們大家 我想今天是 我們會 不要再聽你啦